大家好,这是游戏废人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我电脑桌布 简单讲就是我把电脑桌布换成了飞行天空里面的角色动态 虽然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我电脑桌布是21比9 所以没办法完整的呈现出16比9的全画面 要完全呈现也是可以,但就会变成两边必须要留下白边 那我觉得留白边有点丑 所以还是用这样子稍微放大一点的画面 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好一点 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要怎么把电脑桌面 或者是手机桌布 换成飞行天空的动态画面 首先要先准备桌布引擎这个软体 如果是电脑版的话就要去Steam购买 台币120其实蛮便宜的 我很推荐直接购买 因为这个软体真的很好用 我其实已经买好几年了 如果是手机的话 可以直接从Google Play下载 就是完全免费的 下载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只是需要 找到影片档而已 就直接到我们最常去的 DB网 DB网他现在除了图片 技能资料以外 还多了 影片展示 像这是新的小玉 我们直接点展示影片 他就有影片了 那我们点右下角这里 把影片下载下来 其实这样子 你就已经完成一大半了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只是打开我们的桌布引擎 桌布引擎打开了以后 接着 我们选这里 显示器 找到刚刚我们下载的档案 把它拖过来 这个拖过来 就是它显示 汇入离线桌布 或者是编辑器 编辑器是你想要把这档案分享出去 才要用 如果你只是想要自己用 汇入离线桌布就好 这样子 就完成了 其他要更改的部分 可以从这里去做调整 那因为直接下载完 是1080 所以如果你要对应到 2K或者是4K的话 下载下来的影片档需要先去转档 转成2K或4K 那像我自己桌面是3440乘1440 是属于2K 21比9的宽荧幕 而我现在这边的选项只有覆盖 填满 跟延伸 如果我有把下载下来的档案 转成2K以上 像大家看到这个2以奈 这个是我转成2K的 那这时候选项就会多了 置中 就可以不放大的用完全原生比例 其实这样画面会更精致 只是因为 我前面讲到 我是21比9 所以两边会出现流边 即使这个流边我可以从这里去设定颜色 但是 我个人觉得不会比较好看 那目前 DB网可以下载的角色已经很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像是 圣诞三香啊 或者是雷下落啊 这些都可以拿来当成桌布使用 手机使用方法其实也一样 你只要在手机Google Play下载好这个软体以后 把你从DB网下载的这个影片 传到手机上去 然后再用手机的桌布引擎软体 开启这个档案就好了 只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下载下来的这个影片 它是横的 所以手机你必须要切一个中间值的 因此像这种比较横躺的角色 会比较不好呈现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用二以耐 以上只是我昨天想要让桌面 更好看一点的时候 突然想到可以用的方法 那实际使用也发现效果真的蛮不错的 如果喜欢飞行天空的动态桌面的玩家 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把自己的电脑桌布 或者是手机桌布 改成是飞行天空的动态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